以后想吃酱大棒骨 你就像我这样做 酱香浓郁 软烂脱骨 做法还简单 八块一斤的骨头 一定要冷水下锅 加葱姜 料酒去腥 煮五分钟 捞出洗净 重新放入锅中 加入葱姜 八角桂皮香叶 干辣椒 再加入一包大棒骨酱汁 其他调味料都不用放了 还可酱牛肉 酱鸡翅都非常好吃 切记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样才不会柴 盖上盖子 小火炖五十五分钟 大火收浓汤汁 看汤汁挂在骨头上不脱落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酱香浓郁 越吃越想吃 以后鸡翅买回来 别再可乐了 做成酸甜可口的菠萝鸡翅 我老公的三个儿子 每次都抢着吃 对拌起好的鸡翅 中间放一个公鸡蛋 料酒 盐 淀粉 花生油 搅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油热下锅煎 小火慢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 好吃的关键 就是放一包酒店大厨 都在用的糖醋汁 9块9就有三袋 其他调味料都不用放了 炒至上色 下菠萝 青红椒 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酸甜可口 全家都爱吃 做清蒸鲈鱼 到底是鲜灵汁 还是鲜灵汁 很多人到现在都没搞明白 其实您只需要 把八块一条的鲈鱼 在肉厚的地方打上花刀 然后往碗里放上葱姜 加一勺盐搅匀化开 调成葱姜盐水 再把我放进去 用你其中一只小手 把我抓拌均匀 浸泡八分钟 这个步骤 能把鱼腥味去掉 使鱼肉更滑嫩 我每天都在用心酵做菜 可否给我一个 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下 非常感谢 锅中水开 放入炉鱼蒸六分钟 这一步很关键 千万不能蒸太久 不然鱼肉会柴 蒸鱼的汤汁 先倒出来备用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饭店大厨 都在用的白酌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 饭店的白酌大虾 清蒸鱼都适应该做 最后放葱花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就可以开吃了 做清蒸鱼鱼 到底是先泼油 还是先灵芝 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 难怪做得不好吃 首先八块八一条的鱼鱼 两面打上花刀 方便成熟 碗里加一勺盐 葱姜 搅匀化开 调成姜葱盐水 再把我放进去 用我前女友的小手 抓拌浸泡八十八秒 这一步能把鱼腥味去掉 使鱼肉更洁白 我每天都在用心酵做菜 可否给我一个小红心鼓励下 非常感谢 锅中水开 放入炉鱼蒸六分钟 蒸鱼的汤汁都是营养 倒出来备用 好吃的关键就是 这个饭店大厨都在用的白酌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酱油 饭店的白酌虾 清蒸鱼都是用它做的 最后放葱花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即可开吃 喜欢你也收藏做起来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